各位進到我們113頁這邊的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個溫濕度的部分把它接到我們的麵包板上 那你現在在這個頁面 剛剛同學有發現 這個是有一點衝突因為我這邊用05這邊是用14 不過沒關係反正我們還有空格還有那個空的 所以麻煩各位呢你現在像我現在這邊這樣接好了找到一個位置了對不對 好那你用那個公母的接也都是一樣 那我們首先最重要是麻煩你 請你把網狀面對你自己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接相反就會燒掉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原則上你就先有這個網格狀的面對你自己 這樣你的腳位 就會跟我們上面這個一樣 我們會用到的是124 如果你用的是我這個版本的話 好那如果你用的是有電路版的 你就看上面 有VCC Data跟GNV 好 那我們的1 就是我們的電源 因為他的電源只需要那3.3伏特就好 所以我們是開發板上有一個3.3伏特的 你可以把這條線接過去因為這個 沒有跟別人衝突 這樣OK OK 所以我們找一下來這裡 你就找到你們家的 這個 再找一條 我這邊的話我是需要用到公公的 所以我找到公公的 所以我找到公公的 記得先斷電喔 記得要斷電喔 好我找到公公的線 插下去 那我就接到開發板上的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3.3 對不對 這邊有3.3的 好我就把它用下去 這是VCC 這邊的VCC 接到這邊的3.3 對對對對對 喔 我們的那個 溫濕度感測器 他這個只要3.3就夠了 不需要用到5伏特的 所以我這邊接過來 接VCC嗎 對對對 接VCC 接VCC 對VCC接3.3喔 好 那再來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上面 124對不對 第二個 是他的什麼 訊號線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還有兩個角位 可以用 一個是什麼 16是不是還空著 對不對 你們要接到16還是要接到02 都可以啊 就這兩個孔洞其實都可以用 16或02 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 RS 是03 所以這三個其實都可以用 你自己 決定好了 待會積木就要設隊喔 不能 不能怎樣 睜眼說瞎話喔 明明手放在那邊 有沒有 有的人眼鏡放在頭上就說 眼鏡跑去哪裡 這樣不行喔 所以 麻煩你 你自己決定 好 第二條就是我們的訊號線 看你想放在哪裡 我這邊我就先接到16好了 第二條 我就接到這邊的16 所以真的啦 公公很忙 因為公對公的線 尤其你有用到那個 那個麵包版的 大部分我們都用到公公的線比較多 好 這樣接過來了 那再來就是第四條囉 因為這邊你看 我這個角位123 是不是最後面才是4 第四條是GND 那這個時候你的 LED點擊證麻煩再退位一下啦 再拿起來一下啦 對不對 LED點擊證 GND 是不是還要再插進來 是不是要插到這邊 那萬一啦 你覺得說這個空間 這樣子好像 這樣 我如果這樣插進來 這個再插進來好像就快要 爆滿了對不對 怎麼辦 我們基本上是這樣還插得下去啦 因為 我們下面其實並沒有完全接觸到嘛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這樣不OK的 你可以再架一個橋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只用上半段 你可以用下半段 下半段就變成說你要有一條線 從這邊是不是 比如說我接到這裡來 我把這一邊的接到這邊來 下面這邊的這五個就又可以用了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了解嗎 因為本來他上下是分開的 這就看你自己 好不好 所以我這一條我先拿過來 記得喔 如果你有這個版本的是124喔 我現在是不是接到第四條 對不對 124 好這樣我放下去 好 這樣就有了 那再把你的 LED檢舉證再把它插回來 這樣有沒有完成了 請你 先 確認一下 好再檢查一次 因為這個 做錯了 就燒了 一定要注意一下喔 先確認你的面是不是 網狀面是不是朝自己 不要把那個平滑面朝向自己 當然你要好看的話 還是 是可以就是 顛倒接啦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線是不是還是會擋到嗎 如果你覺得說我有需要 你也可以就是 把線接在後面 但是就是要特別留意一下有沒有接錯 好 各位 下定決心了嗎 因為下定決心就要插電啊 那就一翻兩瞪眼喔 請特別留意一下溫度的變化喔 如果你覺得怎麼越來越熱的 不是你的暖暖包生效 是你前面有個東西在發燙 所以你可以先插電試看看 會很熱就是有問題啊 不會熱才是正常的啊